主播目前記者位置在朝靖公園 朝靖公園一般是北台灣非常知名 非常熱門的一個觀浪的場所 你看到現在這個巨浪打到岸邊 大家都可以見起5到6米的浪花這麼高 那尤其這個巨浪現在打到岸邊 都可以見起非常高的一個水花 已經越過了這邊的一個堤防 那麼目前為止杜鵑暴風 這個杜鵑颱風暴風半徑 大概在10點鐘左右的時候 會接觸到路面 建議民眾都要待在家裡 不要出門會非常的危險 風雨這個雨勢會越來越大 那麼目前你可以看到這個岸邊 基本上是沒有半個遊客的 往常這個時間點 會有很多的遊客在這邊做觀浪 四位海巡隊員是不分昼夜 24小時都在這邊做守候 我們來聽聽海巡隊員怎麼說 昨天入夜至今天清晨為止 我們已經眷離了 大概20位的觀浪的民眾 那本次颱風期間又適逢大潮 那這次我們暗巡人員 會加強我們暗季機動 或定點的眷離警務 好 預計呢 基隆這個滿潮的水位 會發生在9點到10點鐘左右的時間 尤其在9點17分的時候 會是整個基隆滿水位潮水漲最多的一個時候 在雨勢方面的部分 現在基隆也涵蓋在豪大雨的範圍之內 尤其像是仁愛區 信義區 中正區 中山區 七瀆區 暖暖區等區域呢 都在豪大雨的範圍之內 提起民眾盡量待在家裡 不要外出 也要做好這個防臺的措施 嚴密防範這個颱風所帶來的一個影響 以上是現場的最近狀況 先